花冬作感處主辦的縱古園遊會 部落石樂園 以神話傳說為主題 在富里香羅山遊客中心神大增場 2月7日起展開兩天的活動 吸引上千人士遊客 來感受體驗花冬原住民各族 隱藏在神話背後的飲食起源 歷史還有文化傳承價值其信仰 光復鄉塔巴朗部落薩巴朗奧 這四位活動祈福 接著由2022年金曲獎得主 塔巴朗部落的檢驗村阿嬤開場演出 現場遊客民眾走進部落石樂園 任由身體五感 來到上古神話世界 揭開傳說神明面紗 因為有這個部落特殊的 這個神話跟傳說 我們今年的主題 後年大後年 我們繼續相約在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來享受這麼棒 這麼美的一個嘉年華的活動 那今年特別以神話的故事來串接 因為神話應該每個民族都有 它如何融入到生活傳統跟飲食 跟記憶當中都有一些規範 就是讓做人做事的道理 跟自然生活的道理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就希望藉由原住民 跟自然之間的這個神話故事 來讓大家體驗原住民的文化 觀光局華動眾館出第三屆 眾古原遊會今年五大主題區 不論是空間布置 場域氛圍 到整體活動設計 皆僅扣著活動主題 將部落神話傳說 與日常生活智慧 融入在各項手作 以及飲食體驗當中 讓遊客彷彿置身於傳說國度 深刻感受原民文化的震撼 認識嗎 這些菜 差不多啦 剛才有介紹 可以啦 可以齁 食指大動的各式原民特色小吃 深受熱愛美食的旅人 和我們美學家屋的縫容 交通部觀光局自103年宣布 部落觀光園園後 華動眾館出不積極扶植 推動縱谷部落珍珠計畫 並在107年推動部落旅遊品牌 縱谷原遊會 以部落美食為主軸 辦理大型展慶活動 迄今已邁入第三年 處長郭振林 感謝各部落的支持與努力 縱谷原遊會不僅是陳國展 郭振林說 更是部落深度之旅的展示櫥窗與平台 藉此讓更多人 獲得詳盡的部落文化體驗遊城 提升部落文化旅遊的市場競爭力與產值 記者是玉蘭副理採訪報導